工人在人行道上用電鑽鑽洞 準備假期假急護欄 接下來要拆的就是背後這棟彰化橋友大樓 110年彰化百香果防疫旅館 發生4死22傷嚴重活警 事後縣府勘察大樓結構不符合安全規定 要求拆除 最後以2015萬發包給承包商 111年9月20號正式開拆 地震部分會有一個緊急措施 那相對的技師的部分 監照技師的部分會做檢測 傳染商預計135個工作天后拆完 20號一早工人開工前 先拜拜燒金紙 祈求後續一切平安 火在當時23樓受損嚴重燒到焦黑 縣府說會先拆內部為期三個禮拜 會手還有大綱雅的部分 都會先掉上去頂樓 然後逐層去做拆除跟拆解的部分 縣府解釋去年火警到今年才拆 跟近期地震沒有關係 是照原定計畫 除了有所有全人糾紛 地下室還有台電設備 要左邊協調 大樓底下電力設備 供應彰化火車站等周邊電力 要拆大樓還得先跟台電喬好 除了彰化要拆圍樓 高雄這棟也讓民眾怨聲連連 延城區五福路七弦路這棟大樓 幾乎貼在隔壁大樓上 附近民眾說從921大地震 左邊的就開始傾斜 近日地震頻繁就怕倒下來 民眾坦言根本不敢走上樓 左邊雖然已經沒有人住 但右邊這棟住戶不滿 希望相關單位能拆掉隔壁 民眾怕房子被壓垮 里長這幾天都來巡邏 大樓越來越邪 還卡在產權問題 沒辦法拆